长者收股息 现在收了市大约半个钟 今天的市场由头上升到尾 最后升了680 682点 成交是1349亿 等于上交易日的大约接近两倍 不要说了 很多人都知道什么事 有股你都会升 有股你都可以增值 但是A股就升得很少 譬如上证是升得16.0.5% 回心300又是升了25.0.7% 这样的意思 加上人民币就升了 人民币现在在做7.2418 前几天都是7.31 现在显著地美元回落了 情况下驱使我 第一升市 要看过往三四个星期买的股 有什么赚得的 就退出去 第二 就是用人民币买的股 看有哪个有赚的 就退出去 就是这样 因为有帮升得太好了 升得几好 到73-74元之间 我就将人民币买的81299 就卖出去 和你 然后就领展 我又卖出去 和你 因为它升上第二格 升上去41元 40元 41元 30多元 就将它获利 为什么会获利呢 因为 份试都是过三 我当它是一只很普通的房托 来处理 都升得了它的股息 那就早点了 连我女儿也在买 今早 早起来 等着 后着 就出了 领展 那些 晚上7号 我又 卖了1000股 总结一句 今早因为看到 升市 第一 第二 人民币升回 A股又 升少少 相对来说 我觉得A股的 机会 捕捉机会 A股是 多些机会 过港股 现在开始 我觉得 我觉得 今天市的交易 那么多 又可能 有些人进来买股 也可能有些人 就像我那样 之前有买股那些 现在在获利 获利的时候 因为 股一升贵了 它在你的组合里 股的比例又高了 所以在买股 保持现金比率 好让我有机会 有能力去捕捉下一次 跌市的机会 主要是这样 你听一下 我今天听这些电台说话 始终都是脱离不开一个 描述式的 描述式的节目 做节目 看到 钱光摩有什么 他在说什么 好像很适合 升了 你之前那几个星期 有没有说过 买股 有没有说过 要留意什么股 没有的 都是描述式的节目 去到那里 就说到那里 没有一种预测性 没有一种 不是投资道向 是事件道向 其他升得挺好的股 例如这个领展 例如这个299 不说了 大家都知道了 你跟回我的影片之前的标题 什么时候加仓了领展 什么时候卖入1299 我们看完标题 现在我就 将那些逐一逐一卖出去 当然 维持一个核心 我还有 买了领展 不等于我没有领展 我还有领展 已经提早收息了 1299 我买了1299 不代表我没有1299 我仍然有核心的保持 这个股 857 升到5.2 即是4.9 5.0 5.1 那些都已经 有逃生门在 但我觉得这只股 可以升多一点 可以升多一点 原因 我觉得其他 其他的股 升得比他好的 比比街市 不比 升几个% 就连香港的恒生 都比他升得多 我想他回调到 现在这个位置 好像看过 RSI 已经向50 方面走 应该 回调完的机会 相当之高 这只股 遇到一个 整个基本因素 都有变的局势 即是美股开始 美国的债息开始 看着它跌 很多人都是这样看 所以这些 收息股 和经济 增长有关的 石油 就做得比较好 起码好 比一个星期之前 这种石油 所以我觉得 还要拿下来 现在已经有利了 最近买的东西 为什么我喜欢买出 最近买的东西 因为 记忆由新 不用我计算这么多数 其实 没有什么 逻辑 你买进来的仓 整个仓是一个整体 但我经常记住 我近来买了什么股 要先进来 才卖出 我就这么说 记忆力好一些 而且容易计算自己 在最近一段时间 收益 或者蚀本 容易计算 主要是这样 所以核心的holding 我仍然有这个 8.57 如果它升到5.3 我又退出一些 主要是维持自己的 现金比率 维持自己的子弹 那些实力 前两天走得不太突出的 3988 今天就做得很好 升了2.5% 升到2.88 再描述一下 3988 我们如何看过往的走势 有一次是升到瘋了 有一次 有一次是升到瘋了 追回我的标题 银行股升到瘋了 那时我又出货 随正时就在这个位置 3.19 如果现在接近2.89 2.9 如果加上股息 也是很接近3.1 所以未来炒除静 不是炒除静 现在未到除静 炒业职 就是看这个升幅 看这个升幅 如果它宣布三逆的时候 宣布派股息 派3毫子 看上升3毫子 当然现在就跟大市向上调整一些 等到派股息 看看会附加再上升多少 但我现在觉得它升到这个位置 再升一点就不太好 将来那个炒业绩的波幅 就不显著 更难炒 现在停住在这 打断走走更好 这只3988 以及其他的内银股 都几个大那只 都是差不多这样的情况 今天他们几个都做得相当不错 这些股仍然可以留意 如果有回落下来 跌一些 那你就可以加仓 或者可以入场 可以 联通就有些突破 升上去5元 接着大市升上去5元 之前我就是跌下来 4.89 我觉得上一次这个跌幅 派个业绩 其实我觉得不错 不过有人说 不合他预期 有些所谓 个别的预期 就说成为市场的预期 他们对自己 就看得太高了 我在这里就买了 现在我看他 还有向上的水位 起码去回5.4 我觉得合理一点 这只股 中电的公用股 收息公用股 今天整体也做得不错 60.1 上回60元 我期待着年底会有62元 看这些股 然后就宣布最后期股息 看看 比起去年多不多 多不多一点 60元是几好 50多元买股 就算它跌下来的5月的时候 跌下来的57.56元 有人在这里 给了在这里 起哄 但已经过了 收了两次 终其息 现在就升上去 60元 这只股 过走势这几天都不错 如果回到60元以下 也是可以投资的 其实借钱的利息是未减的 大致是所有周围的环境的变迁 让人们想起 将来可能的成本会便宜一点 做生意就会好一点 会是这样想 令到那些买股的人 就多了 那就买起了它 新鸿基就明天派息 这只股又去回80元 又去回80元 这些是落后型的 没办法 楼价又在下跌 消费的意欲 现在又不是很轻旺 其实消费 第一看旅游 第二看 有没有横财 人无横财不富 股市又赚不到钱 见到它跌 又怕它跌得更多 又不敢买 到了升的时候 你又怕它升得多 然后卖得早了 很多人有很多顾虑 很多人有很多人 过了机会 跌下跌下来又买不出了 这些时候 令到人们觉得财富效应 没有 负数 觉得自己没有钱了 所以就宁愿省省地好过了 其实省是好的 捷键 简约的生活 是很好的 以前很轻旺的时候 很多人说这些 简约一点就好了 但现在简约就是不好的 就要消费主义 被人逼你去消费主义 出夜街本来不好的 早睡早起就好了 现在又不是 你要出夜街去消费支持经济 就是要这样的 所以你想想 商业社会 就是那些 赚钱的人 就懂得说些东西出来 逗留你 改变你的生活方式 其实不需要 不需要理他 最重要是自己 舒服服的生活 有一个合理赚钱的逻辑 最重要 很多人我听电台说 或者听人们说 那些观众去问股 都是这样 都是反逻辑的 升的时候就想 买什么股 买什么股 升的时候买落后的 跌的时候 又不去问买股 又问我什么时候要止蚀 什么时候要走不走 是这样的 很多时候买股 会反转的 你应该跌的时候 想想 有什么股好买 有什么损盘可以收拾 是问那些 理论很正确的 因为只是有低买高买 你才有机会赚钱 就算你储蓄股来收息 你也想买低一点 因为息率是高一点 很多人想起来 就相反地想起来 我就在这里 讲一些例子出来 我自己怎样做 怎样做到 70岁都仍然 明天又有股息收 可以这样做下去 你就要顺利一个逻辑 逻辑就是 找到钱的逻辑 如果找不到钱的逻辑 你应该好好调整一下 应该 我想我都要给几个钟 去看看有什么股 现在这个局势 落后了 或者可以 小小地玩一下 投资一下 但是现在这样 今天每个股都升 就变成了 股又贵了 不是不要买你 要买一些落后的 虽然 今天比昨天贵了 但是它对整体大市 它是落后了的股 而且又要有色派 又要稳健 都要花点时间去研究 腾讯宣布了业绩 利润就是升了单位数字 至于胜如期 还是顺如期 不知道谁说的 这个标题 我想标题 编辑部讲 就要等明天 或者今晚 等一些大行出来 看看用哪把尺去量度 相信都说是顺如相信 如果是好业绩 今天一早上升了几个百分比 今天也是升了几元 我也希望它升多些 因为很多人买了这只股 看它很高的 但是它现在的股价 就升了4% 希望明天升多些 但也要看看大行 如何说它 有些人指引 跟着大行做 就会令股价受影响 过两天再看看阿里 我想也是差不多 跟这些公司 跟亚马逊差不多 亚马逊是被人说 是预期的 看看是否那把尺 你问我 我说生意在这样的环境之中 继续有得做下去 而且又继续有得 利润有得升 我觉得是合理 只是可以这样 公司是这样的 有个很高速增长期 现在是一个 差不多成熟了的公司 是靠加价 加用户 是靠那些来赚多些钱 直至它有另一套新的故事 说出来 我又有一只新的东西 才会有另一个上升的动力 现在暂时还没有 现在开市 2个小时左右 纳指升85点 道指升161点 比开市时升多了 现在看小鹏汽车 升3% 微软升少少 0.003% 百度升4% 很厉害 恒指期货 还是高水312点 是不是升月有 不知道 那些 美国上市 热门中概股 阿里京东 蔚来汽车 小鹏每个都升 传统股 汇丰都升1.69% 在现在这一分钟 要等明天收视 看看怎么样 但现在形势 好像未升完 暂时是这样的看法 在美国的股市 过程当中 有些人说 将腾讯的业绩 经调整之后 即是要调整 他报出来就是这样 跟着有些分析的人 调整之后 发现了利润 原来都挺高 这样 在美国的时候 升了4.09% 可能那些香港指数的期货 那个高水 可能有一部分 是由于这个 腾讯的被人 调整之后 计算过数 那个利润就好像高一点 所以 那个升幅 近期来就比较显著了 在美国的市场 连带亚里 也有业绩 放进了 这样 又是升了3.7% 在美国的市场 传统股 汇业 又是升了1.3% 但整体来说 那个 导致纳指 就是升双位数字 这样 纳指就升了12% 但是 腾讯和阿里 就升了相当显著 那么 杜瓊斯 就是升了191点 191点 标普升10点 看看先 11月份 恒指期货 就是高水171点 看看 热门 中国概念股 亚里 拼多多 京东 百度 委来 汽车 都可以升下 那些汽车股 就升少了 那些平台股 亚里 京东 都升得不错 那我看 今天开始 都有 有多少指数 还有多少升 那就不要追货了 反而想想 你有什么货 可以买出去 获利 如果你真的 想买货 都是 买回一些 落后的 那些 几只股 我觉得落后 如果你又不怕 平凡的 就是关心一下恒生 恒生 中银香港 那些 这两只股 比较上是落后 而且质量 都挺优秀的 可以长期为你 带来现金流 买一些 操作的股 潮的股 我就不太懂 说白一点 我就不太懂 你可以买一下 阿里 追买一下 阿里 阿里 不知道有什么 待会被人发掘一下 经调整之后 又说 赚多些 这样的意思 那些蚂蚁的消息 就是想托高一下自己 托高一下自己 在股票上的地位 铺牌 继续IPO 譬如海外发展 营收的规模 连增三倍 那并没有什么意思 如果规模够强 才能增三倍 才有意义 暂时 这些消息 都是跟自己 撞一下胆 那怎么也好 今天我看 有香港股市 开市可能 有百两点的升幅 就不要追股了 就是想想一些 派倒式的股 而是落后的 我看一下 都是那些 恒生 那些 恒生 友邦都升了很多 我都在减货 我是恒生 拿着它 我觉得它还有一些升幅 恒生 和中银香港 那些本地的银行股 今天先说到这里 我想不到 什么订阅 可以 赚快钱 赚钱 是应该在 前三四个星期 很低迷的时候 大家很迷惘的时候 你去购物 找一些股 买 你看回我以前的标题 就是在市场很低迷的时候 去买股 又经过一次 学习的过程 每一次升市之前 总是有跌市 跌市之后 往往有些升市 升完市之后 又往往有些跌市 股票市场 就是这样 长期营运下去 如果生存到 存到股 存到收息股 存到股 给你钱 就是长期给你 你自己计算 若干年之后 当然以十年来计算 若干年之后 若干年之后 若干十年之后 今天说到这里 先说到这里 你自己计算